首波的混答今天上午10点开放预约了 而且呢已经有18.3万人完成预约 这是第一波 而且同时看到了莫德纳是占多数的 有11万人 明年1月底是否还要再追加第三季呢 指挥中心说有这样的考量 但是有待专家委员会开会来决定 针对资深媒体人黄光琴批评 本土的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呢是流域空洞化了 指挥官陈时中呢也干脆就宣布了 假日记者会停开 突然这样宣布都是因为资深媒体人黄光琴 认为本土疫情趋缓 指挥官陈时中眷恋 导致指挥中心记者会空洞化 索性直接假日停开 不过14期的混打还是照常 而且很抢手 已经有18.3万人完成预约 首波混打时打日期也从原本20 21号两天延长到24号 至于追加第三季是否最快就在明年一月底 指挥中心正在评估 强调目前疫苗数量充足 已经不指望COVAX平台 此外19号新增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一例二十多岁男性从柬埔寨返国接种过两剂科兴一剂国药疫苗 是国内首例患打三剂中国制疫苗突破性感染的个案 国内第一剂含概率突破七成七 第二剂也将近四成六 拼一下距离年底达标应该不远了 记者综合报道